还有一次 我到游七教会这个建成 我也简单讲一下 游七是个山区教会 原来我们福建神都是沿海教会 到八十年代以后 就开始向西部山区传 但是山区有个游七 游七这个是个山区 但是因为我们有一对夫妇在那边 山区林业车路里面 单驾驶员 运木头的 结果他就在那边做见证 引导人归族 所以第一次我是陪几个老 奔赞老跟两个老知识 我陪他们去 第一次去施洗了一批人 但是第一次可能也施洗有十几二十个 后来就回来 在他家里 这个姓温的弟兄家里 就成立一个聚会点 那过了一段 我们到了八零 是八零年 这是七年 八零年 我们那次 我们父亲第一次帮义工培训帮 在山上举办 把普天的陈关照长老请来讲课 还有一个普天还有养恩生之士陪陈关照长老一起来 当时就是这个 尤其那个姐妹 他就跑来找我们 他说 我现在要引导一批人 信主来 你还要去洗礼 邀请我们再派人去洗礼 结果当时几个老同工都不去 温赞老 我连几大 我普通话又不会讲 几个两个知识 信温的那个两个老知识 他说 我去也没有愿 我又不会讲普通话喔 就不去 他说叫我去 但是我当时那些 怎么办 我一个人怎么能去 没办法 所以我就跟那个普天的那个养恩生之士 给他善良 不然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好不好 他说几个老知识 温赞老也没法去 我们两个人一起去 他说 好啊 我给你一起去 他说 我们这几天早晨为这个圣宫禁食祷告 请主带你 因为我当时还比较年轻 没有经验喔 他这个 出去开展圣宫 恐怕有困难 所以说 我们这几天早晨禁食祷告 求主带你 他说 好 结果我们那个讲习会当时一个礼拜以后 结束以后 那个姐妹就带我们到游戏去 那个是山区喔 结果到了头天晚上 在她家 就没交通嘛 还没有开始聚会啊 而且第一次洗礼的帝缘姐妹就来 我们就给她讲道啊 免礼喔 交通 结果突然一个 一个旅人带着她一个孩子来 带她一个孩子 这个旅人原来她是信基督教的喔 第一次洗礼 引导她她不愿意接受 她的丈夫是这个车队的调度营 第一次洗礼她不愿意接受 任为信主都一样喔 她不愿意 后来那一天晚上 我们正在交通她就带一个小孩子 那个小孩子大约三岁 三四岁 她得了个病什么 白日咳 大家知道吧 感冒以后咳嗽几个月不会好 她说 我什么药都愿意 中药 西药 结果那个小孩子一进门不停地咳嗽 连度咳得红 死起来了 看见那个小孩子很难受 一直咳不停 哎呀 她说 我这几个月给她搞得没办法喔 你能不能帮她祷告 求主一致 哎呀 那我当时就想 哎呀 我们这一次来开展圣公喔 求主要引导他们 同时要借着这个神迹坚固刚刚建立的教会 我说 好 我们祷告 当时还怕被别人知道喔 把那个窗户关起来 当时也没有窗帘 就把电灯拉过去 怕被别人看见了 因为当时是单程的房子 那个宿舍 那个是单位宿舍 都是单程的走 那大家走来走去会看见 我把电灯拉过去 后来大家就一起祷告 祷告的时候 我就跟杨恩圣之士 一起为他按手 非常奇妙 一按手啊 祷告啊 可是我就停了 那后来祷告完了 我们就 重新坐在那边交通 交通啊 我就非常注意 看这个小孩子啊 哎 坐在那边 大约半个钟头只刻两声 神迹非常明显 后来他就回去了 那天晚上就休息喔 那我还在非常挂念喔 这个小孩子 晚上到底还会不会割少 晚上零岁前 我还在帮他祷告喔 后面两个年 我说要帮这个小孩子祷告 我们这次开场圣宫 求主带你 好 结果第二天早前天一亮 我就叫那个姐妹喔 带我们带怒那个姐妹 住在他家那个接待的姐妹 我说你赶紧跑到家去看看 这个晚上这个孩子怎么样 结果那个姐妹跑到她家里去 因为她那个是单位宿舍是连在一起 跑到家里去 问她母亲喔 孩子怎么样 她说感谢主 一个晚上都没有割少好了 结果第二天她那个夫妻都来 我找我们 查去墓岛 结果那一次她全家都受洗 后来 就是第二天 后来就 我们到一个乡下先施洗 乡下有个地方 叫做阳头村 但是有一批墓岛者 有洗礼 当时也是带头的那个老姐妹 跟她的丈夫 原来也是新基督教的 因为她听到我们这个道理 很感动 也决定有洗礼 所以她请我们去喔 到她的乡村的时候 那天下午 我们就跟他们谈到嘛 谈到完后来 决定那天晚上有洗礼 洗礼因为我有点不放心 因为山区那个水啊 恐怕能不能洗礼 我就叫那个老弟兄喔 我说你要带我去看一看那个水 到底能不能洗礼的 够不够深 她说没问题 我说不行 我亲自要看一下 我再放心 所以她就带我到山里面 她那个山区喔 结果走 一路走去 路过那个乡村那个村边的时候 看见一个老年家 大约有四五十岁喔 就只想抱着肚子蹲在马路边 帆子旁边 蹲在那边 结果那个带路那个老弟兄 就跟她讲话 一直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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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 她又讲了十几分钟 我就又听不懂她 到底讲什么山区话喔 我有点点的不赖还啊 我说快点走啊 我就催她 结果后来她又给她讲几句话 后来就走 我就问她 你讲什么 她说这个人 肚子已经吞了好几个月了 她说医治不好 她说被偶像也没有用 医生抗也没有用 所以我刚才就是给她做 做见证 要信主喔 靠主医治 今天我们刚好又传到人来 你如果愿意信主 我等一下要求她 帮你祷告 我说原来这件事 结果我们到山上去 我看一看 所以可能还先牵了一点 后来我就把那个 她那个石头喔 又棒棒棒的一个地方 比较大的地方西里喔 因为她山上那个西边 那个石头很多 我怕有的会撞倒 我就下水棒棒棒棒 放了一个地方 比较深一点 大约水水 能够腰大小肚子这样 那我说现在可以啦 我就回来 回来那个老 那个人就站在马路边招手 叫我们去 到她家里 到她家里以后我就问她 那个老弟人给我放你 你原来 是不是拜偶像 她说原来是拜偶像的 我说你全家只有 她说全家只有三口 夫妻还有一个孩子 那个孩子现在不在家 在外面打工 她说现在我病这么厉害 请你帮助我们祷告喔 那我说你又决心信主 又全家信主 还有就是你家里拜偶像的那些东西 统统要除掉 一点都不能留 能不能做 她说可以做到 我说你将来孩子回来 你要引导她信主 她说好 结果我就 她说你偶像的东西在哪里 后来她就指 什么地方什么哪 那就我奔耶稣的名 就把那边 一些拜偶像的东西 什么符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统统把它拿下来 以后用两张报纸 叫她拿两张报纸 我把它抱起来 抱起来放在那边 然后说现在你跪下祷告 求主灵敏医治你的病 求主 结果我就在她家里 把她祷告按锁完了 结果那天晚上 我们洗礼她夫妻都来了 她说肚子不痛啊 结果那天晚上 夫妻都受洗 非常奇妙啊 还有后来我就第二天又回到那个乌 那个乌七城 是不是 没电了 第二天我就回到乌七城光 又回到林业车堆 那个最后洗礼 又有一批人洗礼 洗礼当时我到的时候 已经向下来了几个人在那边等 等着那天晚上 因为当时都是白天不敢洗礼 都是晚上 那个是八零年 一九八零年 结果那天我一到喔 我们就跟她们查经喔 查这个我们教会的教义 还有洗礼的道理 我就跟她们讲 讲讲当时一个姐妹喔 一个姐妹 本来当时天气很热喔 她穿着厚厚冬天的衣服 结果一直到下午 大约三点 她突然给我讲 我想回家 我说 你不是说来洗礼 怎么想回家 她说我今天一整天 我身体非常不舒服 一会儿要发冷 一会儿要发热 你看里面穿着这么单薄 我还穿着厚厚的衣服 就是一直怕呢 所以我想回家 所以她说回家 我就不敢说你不可以吧 那我就想到 可怜这个人有拦住喔 那我就想到 那既然这样子 你想回家喔 回家 下一次再洗礼 不过我们一起祷告完 你走好不好 祷告完 你再走 结果我们就把她 这个姐妹把她带到里面一个房间 我们住了一个房间 我跟杨恩圣之士一起进去 给她一起祷告 帮她按手 按手完说 你现在可以走了 想回家 结果我们就出来继续跟那些人 目道者查经嘛 讲到 结果我就没有注意这个姐妹 没有注意 结果一直讲 讲到五点 这个姐妹还坐在那边 我说你不是说回家 又走 怎么没有走 她说感谢主 你刚才祷告完 我就病就好了 祷告完 我身体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啦 就不走啦 所以当天晚上 哇她刚饭吃了一大碗 就在那天晚上洗礼 所以说感谢主喔 所以说我们感觉 刚刚参与圣功 但是没有经验喔 我们就捧着一种单纯的信息 我感觉这个 开展重要圣功之前 尽时祷告非常重要 还有没有同工 同心非常重要 所以神就带你喔 也是这一次 哎呀 对我以后 今后这个 参与圣功 我感觉以后就赚胆了喔 感觉哎呀 我们是靠主 是神的能力 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 这是八零年的事情 一九八零年的事情 好 感谢主 好 感谢主 好 感谢主 谢谢大家